年28日,家家户户都要洗蜡蜡 月介说今年家务助理需求上升 在本地服务供不认求下 社交媒体上就有内地清洁公司 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上门家居清洁服务 是否有保障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我们问过声称可以提供清洁服务的内地公司 不对方说他们全部都有港澳通行证 可以在约定时间来香港工作 但有大律师就说 请只是持有港澳通行证的内地人做清洁 可能已经是属聘用非法劳工 量营随时比做非法劳工更加重 年28洗蜡蜡是传统民间习俗 莫太这一日就趁家里没人 留在家里大素脆 他说每年都会赶在农迪新年之前 清洁家里回各各落 家里始终有些地方是比较难清洁 有时的时间未必有时间 我就得起心肝 年28度我就会 可能这个是传统习惯 感觉上是趁新年之前 那些人来八年家里 想英俊一点让人看到 自己又觉得有时可能得起心肝 有时可能都要我先生帮忙 清洁完客厅 抹干净的窗 莫太终于摇打大佬 挑战他认为最难清理的浴室 浴室后面就是天井 还有住二楼就比较潮湿 所以很容易那些莫菌 就很容易就抹完转头又生 就是又有这样 所以是比较难清洁 而且它织得比较实 我就会用这些天然的洗洁液 或者那些专门洗洗手间的霉菌 那些这样 我就会 因为我们有时牙刷就用完 可能要换 我就用牙刷来散那些小的纳缝 那些空隙那些这样 尤其是霉菌那边那些 洗手盆那些有很多的霉菌 那我就会用这些来拆 他现在和先生的儿子三个人 住在这个400尺的单位 说大不大 说小又不小 要一个人清洁整个单位 都有一定难度 他都曾经想过 请家务助理减轻负担 因为有时很累 还有有时天花板或者洗手间 是比较难去一些 可能就被专业人士这样清洁 可能他们会有一套方法 会比较更加容易去污漬那些 还有我最大问题就是抹菌 因为现在好像都要8-5元 8-5元一粒钟 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不过有时可能自己都会比较忙 还有未知到哪个比较好 所以有时我都会自己 落手落脚这样清洁 叶介说今年农历新年之前 家务助理的需求比以往上升 甚至供不应求 现在倒回最旺的阶段 因为其实以前都挺旺的 未烈情之前 烈情之后就没有旺力 起码你都要早些二日 好像他说一年底做 或者你就要12年二日 因为基本上额打都已满了 一天起码都 接住的最少都两搭 有时都三搭 如果做到好东西都不回 觉得在香港难找家务助理 社交媒体上就有另一个选择 有内地清洁公司就声称 可以来香港提供清洁家居服务 00后今天又来到了香港 做开放保洁 客户也是小红书上面找到我的 我们向这间公司查询 它开价每平方米75元人民币 声称会安排2至3个人来香港清洁 大约8至12个钟就可以完成 强调全部人都持有港澳通行证 可以在约定的时间过来 不会出意外 农平真做了家务助理二十几年 他说本港的家务助理 大多数是经雇员栽培分局 分练至少一个月 质疑内地的家务助理 质素未必有保证 家务助理是很多知识在里面的 安全措施那些更加重要 我们那些未必有课程会读到这么尖烈 读到培分这么多天 担心很多东西的 担心保险 担心他人就不懂安全措施 风险 好像有些私房 那些煤气或者什么 我们都要看后 不要抹一下 开到一个键 现时雇员栽培分局 设有免费的家居服务转介平台 配对合适的雇主和雇员 农平真担心 内地清洁公司 并不是由可信乃的平台转介 无办法为雇主提供暴障 本地真的 你有个地址 你家务通平台那里 有地址有电话 你到上门都会找到你 有什么事发生 外地那些是难的 你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都比较难得要找他 保障就不太好 因为你始终他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国家这么大 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根据香港法例 辞往内港澳通行证的内地人士 不可以从事任何有新或者无新的雇佣工作 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也都同样违法 最高可被判监三年和罚款三十五万 有大律师说聘用只是持有港澳通行证的内地人做清洁 可能已经属于聘用非法劳工 量刑比做非法劳工更重 如果你聘请员工 可能今天立刻判请去做了一个钟头的事 立刻拘捕他 当然你聘请的时间只是做了一个钟头 所以那个严重性就是相对地低点 但如果你说我聘请了整两个星期 做了很多东西 这种情况就会加重 有些人不止聘请一个工人 可能聘请两个三个 三个都是相情证的 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 但是他说非法家庭用工 和一般的非法劳工不同 主要在私人地方做事 执法人员举证可能相对困难 如果在酒楼的 有时入境事务处 他可能逐渐是放射 桥庄是食客 可能观察了15分钟 他不停在这儿走来走去 又拿完碗 洗完之后拿出来 这些就是好的证据 正常来说 入境事务处的执法人员 他不会上到你家 看到他里面的 即使你说在外围观察 你只是看到窗边的情节 你看不到他可能在厨房 做什么你也看不到 所以执法是真的 是困难的 陈任入境处处长的黎动国同意 执法人员难以在私人地方 搜集证据 家居的清洁 这个不是一个公众的地方 因此在搜集证据方面 当然就不是在一些公众地方 那么容易 凡是要处理这一类犯罪行为 那个资料的搜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 要主动去出击 不是说等收到举报 然后才去做 因为譬如你说 在做家居 清洁的工作的 如果他只是来一次就走的 那么你收到举报的人都不在 根据立法会文件 入境处过去五年 平均进行了超过 一万五千次反非法劳工行动 而警务署也都会不是巡查 非法劳工的工作和聚集黑点 例如地盘和食肆等等 但黎动国就说 营运模式改变 巡查的方式和地点都应该要改变 提供服务的形式相对上是隐蔽的 因此就需要多做一些针对性的功夫 但是既然这些讯息是公开的 那会有句话说 只要你用心去找 有的话 你找到的机会就很大了 这个是另外一种巡查的形式 如果是公众地方 那你就找对人去吧 那你在网上做的 就是你在写字楼做巡查 这样的意思 这个只是形式上的不同 那个手法 那个目标是一样的 陆维雄亦都认同网上招揽生意的贴文 再加上环境证据 已经可以成为有力的呈堂证供 这大困难就不是代表不可能执法 要视乎那个环境 会不会有人举报 有没有闭路电视 如果没有直接证据 就看看可否手带到这些证据 可以给法庭作一个推论 如果作到推论的 这种证据都是一种好的证据 因为在法律上我们可以推论的 如果有足够的基础去推论 其实都可以定罪的 2018年有1300几个非法劳工被检控 2022年疫情期间 一度下跌超过五成至539个 到了2023年本港全面通关 检控数字会升到943个 每一年执法的数字 是会有机会有多有少的 所以就不一定需要特别去计算 今年多了多少百 或者是去年少了多少百 当然作为一个市民 如果你知道到你有信息 这一类的罪案正在发生的时候 我也都是呼吁大家去举报 入境署回复说会采取执法行动 针对打击清洁相关的非法工作 并已经成立网络罪案及法证调查小组 协助搜索数码证据 时事当面看今集时间到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我是廖淑仪 伏制迈阿密作客神户胜利船的有赛 美斯在60分钟后被上阵 但未能助球队获胜 在香港没有上阵 引起风波的美斯先做后备 苏亚雷斯布斯基斯和佐迪艾巴正选 他们的巴赛前队友踢过神户胜利船的 因尼斯达主持开球礼 布斯基斯道25分钟受伤离场 两队半场0比0 美斯下半场开始热身到60分钟入体 令三位巴赛救队友同场 不过苏亚雷斯到75分钟退下火线 美斯之后有一次连环起脚 先后被门将挡倒 和守卫护胸门 连同保时上阵大约34分钟 发定时间0比0 互赦12码美斯未获派上场 麦阿密12码输3比4 至于美斯在香港的表演赛决阵 特区政府说美斯在香港因伤决阵 三日之后在日本就活跃至余上阵 而且作不短时间的激烈运动 令香港市民都有不少疑问 希望主办方和球队作合理的解释 而市委会收到的投诉 增至825宗 涉款达到559万 国际迈阿密同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有赛 赛前一夜的欢迎仪式 球王美斯满念笑容 和前巴赛队友恩尼斯达相拥 根据国际迈阿密网站 美斯暂列后備 另外三个前巴赛球员 索瓦雷斯 佐迪艾巴和布斯基斯都正选上阵 对于美斯决阵 对香港的表演赛引起球迷不满 国际迈阿密回复本台的时候 美斯一直希望上场 球队也都一样 明白美斯和索瓦雷斯决阵 令到香港球迷和主办方失望 感到非常抱歉 而赛前交给主办方的上阵名单 两个人都是在后备名单 最后一刻才决定不能够上场 反映竭尽全力 希望兑现承诺 但是球队永远将球员的健康放在首位 球队又说香港是绝佳的比赛场地 如果球迷仍然欢迎国际迈阿密到访 未来非常乐意从临 对于美斯和日本说 经过磁力共振素描 大腿没有受伤 但是内侧肌肉不适 所以不能够下场 有体育专家表示难以自信 全世界都描述到它是有全球射球 和短短的加速冲刺就位的 但是你以为由星期日 完全断定不能够下场 他能做少少的传球 跑动的动作 我们很难理解到四天之后 他能够做到一些强度大 速度高 就算你不打 我们政府特首传话 希望他颁掌稿几句话 他不是被人抬进去的 他不是被人抬出来的 站起身抬下掌都不行 有没有可能 他沿路上走出去的 那就是明寸理了 政府早前说主办方和国际卖物签订的合约 属于敏感商业资料 所以未有审阅 有立法会议员说不认同 对方是有求于政府的话 那你政府提出一些 只要是合理的要求 其实对方应该都满足政府的 因为政府是要向公众交代的 不能够每次都保密就不说的 甚至我说了之后 政府去保密都可以做到的 就不一定说完全不知道的 他说Tekler即使主动放弃M品牌赞助 未必没有违反协议 因为政府事前已经提供大量协助 母线事记者刘俊玉报道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泄漏核污水 样式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说 福岛第一核电厂核污水淨化装置 发生泄漏大约有5.5吨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水泄漏 包括色和丝等放射性物质 大约有220亿倍克勒尔 特区政府说 十分关注有关报道 已经即时向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核实事件 并索取进一步资料 会继续密切更进事件 保障香港的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审 《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作公说 黎智英指示他集中报道 冲击立法会年轻人的心声要市民体谅 正在复营的黎智英坐囚车抵达西九龙法院 控方继续提问重返证人 《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 讲到2019年7月1号 大批人冲击立法会事件 第二天黎智英发信息 被《苹果栋新闻》平台时任总监张志伟 说年轻人冲立法会令他心情沉重 问泛民善后工作有什么应该做 令运动可以持续 又说幸好市民对年轻人闯立法会会 多少有些体量,损失可能不太大 陈佩敏说黎智英有转发给他 他回复说报纸已经会有很多冲击 和占领立会年轻人的心声 第二天会再做 黎智英再问陈佩敏 第二天是不是集中做年轻人心声 要尽量为涉事年轻人争取市民的谅解和支持 得以平反 之后几日的工作 是要这些情绪成为市民的共识 陈佩敏说黎智英给的是指示 说冲击立法会事件本身很有争议 认为会令到市民不再支持运动 但黎智英说完之后 就要带着动机做 陈佩敏说以前凡合会上 黎智英曾经吩咐过自己 反修例事件的新闻要做得好 说黎智英当时很关注警报新闻 提醒他要做得深入 就黎智英2019年到华盛顿 陈佩敏说 黎智英认为要争取外国向香港政府施压 法官李云腾问施压的意思 陈佩敏说 当时美国众议院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黎智英去美国也是建国会议员 相信是指这一类法案 黎智英2019年区议会选举之前 为政党设计海报 要求陈佩敏等人提供适合的图片制作海报 陈佩敏说海报应该是利用 苹果日报资源印制 无线电视记者梁慧仪报道 迪士尼乐园有过山车怀疑故障停在半空 12人被困近一个小时后获救 无人受伤 既电柱说已经要求乐园全面检查相关的过山车 并且提交报告 摄示的是明日世界园区 升降极速穿梭的机动装置 有目击者说看到有消防员进去 乐园暂停机动游戏 有员工守住门口 但未见有通告交代原因 警方下午3点多接报 过山车怀疑发生故障 两卡车停在半空 一共12个人被困近一个小时 原方说事件是因为有奔客登车的时候比较慢 列车未能按时开出 触动系统令设施暂停运作 其中一列列车停靠的位置 按机制需要通知消防到场 最终有12个奔客自行离开列车 资料显示 乐园另一个机动游戏 灰鸿山谷极速旷车 之前亦有发生故障停驶 亦有乘客被困 寒冷天气警告身后 预测明天市区最低11度 新界再低2、3度 我祝愿香港龙藤申请 市民身体健康 好 好 李家超去到临村许愿树抛补蝶 又向长者拜祖年 一起吃盆菜 年28洗蜡抛 陆载区区回收点 今晚延长开门时间 光年都会开放 各位亚军合围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天文台预测明天市区气温 最低11度 新界再低2、3度 入夜之后 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 徘徊14度左右 比起昨天低4至6度 市民外出的时候 都穿上口的衣服保暖 受到东北贵后风 同一度广阔云雨大影响 往东沿岸天气转冷 有几阵雨 天文台预测明天 还有礼拜五 即是年30 气温跌到最低11度 年初一介乎12至18度 最后几天气温逐步回升 日夜温差较大 行政长官李家超 去到大埔临村 向长者拜总联 一起吃盆菜 油炮宝碟 祝愿市民身体健康 行政长官李家超 早上11点多 去到大埔临村青年康乐中心 和过百个长者吃盆菜 活动由大埔关外队举办 李家超和部分长者同台 亲自为他们夹菜 他说特意去到临村 是希望跟长者拜个早年 他只有去到许愿广场 参观香港许愿节的摊位 他又在许愿宝碟上面写下愿望 我祝愿香港龙藤申请 市民身体健康 好 他之后就和一班小朋友 一起订宝碟 你们知不知道订宝吗 不知道是否有小朋友教路 特首一击即中 李家超又探访临村一个婆婆 我老婆多少岁 950 他向婆婆一家赠送福袋 多谢你多年为我们 整个香港打拼 又品尝赫年糖果 和为婆婆家贴费春 李家超说在农历年前 还会和官员落区家访 并且和关外队排福袋 无线司机就在楼传六部 大埔临村即日起 开车夜市 夜晚可以向许愿树 抛夜光宝碟祈福 夜市到夜晚9点半结束 有市民在晚饭时间过来订宝碟 夜光版比起一般的宝碟贵10元 要60元一个 而夜市内有70几个小食堂和摊位 部分卖农产品 而现场一大不设泊车位 大会有设免费的专梭巴士 来往广幅道近泰和村 九八在大年初一到正月15 会特别设63R线 来往大埔虚港铁站 主办单位就预计 七天的夜市可以吸引2到3万人 新春花车巡游 大年初一晚是尖沙坠举行 九架花车率先能尝 主办方旅发局 向媒体开放花车预览 松涛形龙 多架河水花车都加入龙的元素 如意龙虞再港 当众国泰航空花车上面的龙 澳场云间 如意新一年冲上云霄 澳门旅游局设计的花车 就以感受澳门为主题 澳门旅游吉祥默默默 更加向观众提早拜年 最特别之处是他们的头上 有些头色就是澳门的特色美食 水蟹竹 还有另外还有葡撻 车身是以金龙去贯穿整个车 还有展示了不同的澳门地道美食 还有一些历史建筑物 去展示澳门两章两蕾的名片 花车还包括主题公园 香港赛马会的花车就由进马牵领 马会捉远市民身一年活力换发 赞放如身 旅发局的花车上面有一条金龙 金色的龙身里面有很多彩色的风车 予以经过的时候好运连连 顺风顺水 这辆亚洲旅游交流中心设计的花车 以吉祥龙为主题 登上上面有天宫二号 C919飞机等 内地这三年的发展变化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把最新的一些成果展示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会有更深的认识 也更能吸引大家去内地去走一走 看一看 神春发社巡游会演在大连初一晚8点开始 由文化中心广场出发 途经广东道、海房道和尼敦道 以喜来登酒店作为终点 将会有近30对表演队伍参与 包括来自西藏、澳洲、美国等 2500张门票已经受刑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今天农历年28 按传统习族要洗辣链 而因应政府8月实施垃圾征费 不少市民今年大扫除 这样的救物都特别多 而政府陆在区区回收设施 在农历年会有特别的营运安排 苏太岸传统打扫全屋 除够营身 抹过大门 农年好运自然来 厨房是油烟重灾区 每个地方都抹得干干净净 再将不要驾救衣物代好 他说自从知道会有垃圾征费 已经不时清理旧物 有过年,有垃圾征费 逐一样,逐一点就去扔 桌庵静感,那些原料金也不用 想把新的晾币更用 掉掉 因为到时候需要收十多元一张 所以到时候趁现在就联掉 不少人包括蘇太執完屋都會拿舊物去回收 亦都有人會拿去陸在區區 全部36個回收便利點 年28都會延長服務3個小時到晚上10點 年初二到年初四就由早上11點到晚上5點開放 但是就沒有職回服務 整年都沒有整個 今天就整一整 又不用徵費 早點清早點好 不少回收機構都會接收市民捐贈的物品 收到之後會先全面消毒 並且逐件檢查配件是不是齊全 機構說近日的回收量 一年的高峰 可能年尾大家都會有斷捨離的習慣 有恆常跟不同屋苑和公司合作的 變成其實我們在不同地方都會加捐贈點 舊勢軍每天都會安排職員去到物資捐贈站收集舊物 他們提醒市民如果捐贈好像杯那樣的二碎物品的時候 記得好像這樣才包好 以防弄爛了或者碎了個陣會弄傷職員又或者其他捐贈物品 無線事記者要卓同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及多位中共和國家領導人 在農曆新年前為問多位退休官員 今年是三年來第一次恢復以看望或委託有關方面負責官員 為問前總書記胡錦濤、前總理朱鎔基、溫家寶等人 這些退休官員說感謝對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表示衷心擁護 希望民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 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不懈努力 五國家前副主席王岐山、全國政協、前主席光揚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董建華等第一次出現在名單上 但已退休的國防部前部長藝鳳和就未有在名單上 而同去年公佈的名單比較 今年名單少了三個人 中國位於南極州的第五個考察站正式啟用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賜賀信 希望極地工作者為保護利用極地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第五個考察站秦嶺站位於南極州羅斯海區域 開站第一日工作人員一早舉行星期二次 科研團隊說 秦嶺站位於距離南極點最近的海域 是極地科學考察的理想地方 不僅填補我國在該區域科學考察空白 也為各國研究地球系統中的能量與物質交換 海洋生物生態和全球氣候變化提供重要支撐 採用南十字星造型的巡嶺站 建築面積達到5244平方米 預計可以給80名度下考察人員 30名越冬考察人員入住 兩個月的建造工期期間 亦都考慮到南極特殊的自然環境條件 秦嶺站項目負責人說 之後會再進行室內裝修 機電、新能源、油罐等設施的安裝工程 無線電視機者陳雪兒報道 轉看財經消息 阿里巴巴上季度小賺六成九 截至23年12月底子 第三季度純利超過144億人民幣 經調整淨利潤大約479億人民幣 萬年下跌大約4% 營業收入就增長5% 至到2603億人民幣 五角項主要業務上季收入都錄得增長 淘天集團收入超過1290億人民幣 按年升2% 雲智能超過280億人民幣 升3% 而阿里國際數字商業集團 收入升4成4 材料收入升2成4 至到超過284億人民幣 阿里巴巴說 董事會批准在27年3月底前 回購計劃增加250億美元 換言之未來三個年度 還有353億美元可回購額度 集團首席執行官吳永銘就說 未來一年將會加強改善用戶核心體驗 支持淘天集團重拾增長 和穩固市場領導地位 並會集中資源開發公共運產品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說 福島第一核電廠 洩漏大約5.5噸的核污水 但卻沒有洩漏入海 而滲入建築物附近的土壤 他們承諾會回收受污染的土壤 吳特區政府就說 十分關注有關報道 已經即時向日本處港總領事館核實事件 日本傳媒報道 東京電力公司說 當地星期三早早接近9點 入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工作人員 發現建築物外牆上 一個核污水淨化裝置的排氣孔流水 當時正在用淡水清潔管道 但本身應該關閉的16個佛門 有10個打開了 導致殘留在管道中的污水 混合著淡水流出 去到9點16分左右停止漏水 東電估計今次有大約5.5噸的水洩漏 所含的放射物質包括色和絲等等 約有220億貝克勒爾 東電表示廠房旁的地面鋪有鐵板 但水又可能從垃圾中滲下去 大部分洩漏的核污水滲入附近的土壤 周圍排水管道的輻射指數 沒有太大變化 推測核污水並沒有洩漏入海 對廠區外沒有影響 承諾會回收受污染的土壤 並且調查洩漏原因 特區政府說十分關注有關報導 已經即時向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核實事件 並拆取進一步的資料 會密切關注跟進事件 保障香港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 日本去年8月起 不顧國內外的反對聲音 將經稀釋的核污水排入海 目前已經排放三輪 每輪排放大約7800噸核污水 預料今個月底將會展開第四輪 並將簡化檢測程序 散略放入大水槽的步驟 直接排入海 中方早前強調 日方核污水排海計劃 長達30年甚至近來 存在巨大的風險隱患 敦促日方全面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 建立各方實質參與 長期有效的國際監測安排 武仙電視記者仰依宜報道 台灣即日起 停止招呼大陸旅行團 獲台辦批評是政治操弄 台灣的交通部觀光署宣布 由於大陸至今 未就大陸旅行團到台進行安排 而日前又宣布 改變M503等航線的運行方式 所以即日起停止 招攬前往大陸的旅行團 但如果今年3月到5月底已經成團 就可以繼續出團 在北京 國台辦說台灣民眾對組團 去到大陸旅遊期待已久 批評民進黨當局 以旅遊進行政治操弄 損害同胞福祉 瑞典宣布結束調查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事故 瑞典檢方說 調查的主要目的是判斷是不是有瑞典公民牽涉事件 或者是利用瑞典境內策劃行動 對瑞典國家利益或者安全構成風險 但沒有證據顯示跟瑞典公民有關 所以認為瑞典不具備司法管核權 決定結束調查 前年9月 連接俄羅斯和德國的北溪1號和2號天然氣管道爆炸 位處瑞典和丹麥的專屬經濟區 目前德國和丹麥的調查工作仍然繼續 丹麥預料短期內將會有公佈 而俄羅斯就曾指責美方是幕後黑手 美方否認 一個國際科學家團隊即將探索新西蘭的邦帝海溝 搜尋未被人類發現的海洋生物 新西蘭有15000多公里的海岸線 孕育豐富的海洋生物 其中南島的邦帝海溝深處 過去從未被人類探索過 一班科學家即將用深海攝影機 和耀空潛水器潛到海溝的5000米深處 展開為期三個星期的樣本採集 尋找未知的生物 科學家估計 存在在海洋中的大約200萬物種當中 已經被人類發現的只是佔大約一成 預料今次的深海探測 有機會找到幾百種新的生物 當中有部份可能即將消失 這次探索行動是海洋普查的一部份 由英國、日本和新西蘭的研究機構共同進行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奇報道 有研究人員在澳洲海域 拍到罕見的白色斑民海豚 科研人員在溫士蘭海岸 拍到一條罕有的白色斑民海豚 這條被叫做斑點的準備海豚 在一年半前第一次被人發現 但一直沒有人拍到牠的照片 牠的背棋有少少泛紅 看上去好像被曬傷了 但研究員就說 這些斑民並不是曬傷或者皮膚病 而是因為基因突變 令到色素減少 這種情況在海豚身上非常罕見 連同斑點在內 全球只有六條有相遺症的斑民海豚 新海豚身上有盡力 今次的案件 請教財 疫情 無法 請教財 見 請教財 請教財